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重庆鸡公堡 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 你知道吗 重庆鸡公堡 其实和重庆这个地名没有太大关系 是因为发明他的人叫做张重庆 锅里下落葱姜蒜干辣椒 再来烧豆瓣酱炒出红油 就听到呲的一声 香味被激发出来了 开一罐啤酒全部倒下去 等酒精蒸发 只剩下啤酒的奶香了 可以随便切点自己喜欢的配菜加进去 不加一滴水的鸡公堡好吃到甜盘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